謝謝叔叔,今次我們也參加了這個聖劑道路的故事 大家有一個文章,大家說讚美的說話 我老公敬禮我,就說多謝我這麼多年的生徒 說很敬禮我,因為我以前受委屈,受什麼事情 都沒有跟我說過多謝或是關於我 因為我跟她說過,我覺得委屈的時期,她只是眼望望望著我 不知不知道,我好像有豪助的情況 但今次在這個年裡,她跟我說過,她流出來 很感動,她很窩心,讓我心整個軟體 因為我最討厭,她看見對她的時期,她的氣氛不是那麼好 但這個年之後,經過這次之後,我都已經對她了 對她的氣氛完了,她都改了,這個年真的很好 而且我都要改變,因為我改變了,我師父一直改變 現在她都正在改變的 都正在改變的 如果我們聽太太的話,她都愛惜我們太太 我們才可以更好,更美,更美的生活 感謝主耶穌 各位,首先我多謝主耶穌,讚你主耶穌,感謝主耶穌 感謝主耶穌